第一栋是扫码 当然如果有比较新的手机 其实很多相机已经内建扫码的功能 那也可以不一定要记管家 那第二个是按一下上面的连结 那个连结会长成像传送简讯给1922的那个样子 然后呢再按送出 然后就完成了实联值的操作 好 我刚刚这样讲应该超过五秒钟 我讲的是说它只会扫传送简讯到1922的QR Code 简讯传到任何其他号码 或者是不是简讯的任何QR Code 这个功能都是不支援的 所以可以说这是我们专属的一个扫码程式